赌王专宠三十年 他就是赌王除原配外唯一合法的第二任妻子 蓝琼英 五千亿家族的幕后大家长 赌王十七子中最恐怖的二态 究竟是如何在豪门争斗中一举夺亏 四十年代初期 落魄的何鸿燊遇到了澳门第一美女李婉华 靠着女方家的背景 何鸿燊开起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之后风生水起 日子好不幸福 那可是李婉华最幸福的时光了 他们郎才女貌十分等对 还生育了好几个孩子 每个都是人中龙凤 直到有一天 李婉华遭遇了车祸 昏迷了好多天才慢慢苏醒 不久之后 他的身体每旷日下 不得不切除大部分肠胃 中日里靠着流食续命 这让何鸿燊的心里很是疼惜 他忙完了就立刻回家 不但关心被治 还经常故意书牌讨妻子开心 老话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更何况是丈夫 后来何鸿燊变得不爱回家 还被传出了有了外事 对方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 名叫蓝琼音 出身武将之家 父亲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 家里人人杀伐果断 胜死因好 尽管年龄很小 但蓝琼音却瞅准了何鸿燊 成为了对方的红颜知己 李婉华得知何鸿燊 有了其他女人之后 非常气愤 便质问何鸿燊 不料 对方却振振有词 你身体不好 我也不能做和尚啊 而且出去交际 身边没有个女人很不方便 对我以后发展也有影响 此时的李婉华 已经卧床不起 根本无力管何鸿燊 卖面的事 只好听之认之 起初两人约定 他们的关系不公开 以免让李家的面子不好看 但野心勃勃的蓝琼音 怎么可能甘心 这么没名没分下去呢 起初蓝琼音满不在意地 陪着何鸿燊到处交际 两人在舞会上大出风头 成了当地出名的武王和武后 虽然并未公开名分 但那时的蓝琼音 已经人尽皆知 在所有人看来 蓝琼音都是一个贤内助 都是最棒的女人 就连何鸿燊本人 也深觉亏欠蓝琼音良多 还将他的哥哥和家人 安排到了公司 在何鸿燊事业起步的十年间 蓝琼音杀伐果断 给何鸿燊助力良多 蓝琼音24岁那年 李婉华的身体更加衰弱 连家事也无法料理 经过十年的生根 蓝琼音早已成了 何鸿燊身边的左膀右臂 再也无法割舍 为了得到一个正当的名分 蓝琼音开始和何鸿燊闹脾气 甚至以死相逼 无奈之下 何鸿燊通知了李婉华 还引用了未曾废弃的大清律令 光明正大的娶了蓝琼音 婚后第五年 蓝琼音就为赌王生下女儿何超琼 生产那日 下逢赌王取得赌场专赢权 他大为惊喜 认为何超琼天生富贵 对他疼爱有加 母嫔女贵 蓝琼音同样圣宠不断 没几年他又生下了何超凤 何超家 何超姨和柚子和游龙 一连五个孩子 他知道 连生五子实在招摇 必定遭人记恨 为自保 蓝琼音决定留在香港 因为李婉华居住在澳门 他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退一步 为大家留足面子 二是卖给赌王一个人情 用行动告诉赌王 自己不会与太太争宠 这令他恩宠更浓 即便后来有了三太四太 他的地位 仍是家中最稳的一个 但一切平静背后 早已暗流涌动 蓝琼音自己虽在香港 他的兄长却留在澳门 他将兄长安插进公司 进入赌王核心产业 同时监看赌王身边的 一草一木 若有异动 立即来报 一面有力可图 一面背后操作 忙得不亦乐乎 但就在他稍微疏忽之际 赌王又在舞场 结交了个女人 立志 立志是当红女星 以胸出名 风情万种 堪称性感有物 赌王在舞会见到他 二人跳了几个回合 模样十分暧昧 这事传到蓝接音耳边 他一听 觉得情况不妙 当初他与赌王相识 就是音跳舞 如今 立志想要顾忌重演 蓝琼音想了很久 做出决定 再不出手 怕要迟了 据说他利用黑道势力 扬言要收拾立志 赌王闻讯 忙出来阻止 立志才躲过一劫 但未绝后患 蓝琼音警告立志 永远不准回港澳 后来立志去了美国 嫁给了李连杰 这一场仗 以蓝结音满胜告终 他那时 怎么也没想到 刚击腿威胁 自家后院又起火了 大太李婉华的贴身看护 陈婉珍 变成了赌王三太 这是他 咱们也没预料到的是 据传 这一切都是李婉华 暗中安排 让陈婉珍进了家门 只应想多一项 珍宠筹码 蓝琼音心凉了 正好赌王大举投资 加拿大 他的父亲与好友 都在加拿大 蓝琼音 索性远走他乡 去了加拿大 他对外称 帮赌王管理在 加拿大的生意 实则 恩宠 渐渐消亡 他以为这种方式 就能换来赌王 回心转意 可他又想错了 不到一年 赌王又找了一位 四太梁安琪 和自己当年的套路 如出一辙 甚至亲出于蓝 如今换梁安琪 抓住赌王的心 赌王对四太的宠爱 让蓝琼音彻底心寒 一气之下 移民加拿大 极少回来 蓝琼音的离去 令梁安琪全市大增 港媒趁势附和 这是新一代的武帝和武后 那时谁也没想到 危险正在逼近 此时发生了两件大事 婉华独子 何游光 以及他老婆 在葡萄牙 突遭车祸去世 何超穷与陈柏强热恋 何游光的离世 令何家惶恐不已 长子已去 意味着赌王继承人 将重新洗牌 总观整个何家 担得起这职责的 此时只有原配长女 何超英 与二太长女 何超穷 而何超英 听闻弟弟去世后 颇受打击 精神之长 只剩何超穷 那时的蓝琼英 虽退出一线 但他却一直在 磨练女儿何超穷 他让何超穷 气闻从伤 锻炼心智 从严心举止中 一点点朝赌王看齐 何超穷不负众望 从小到大 一直都很优秀 赌王对他期望很高 何超姨曾这样评价姐姐 我大姐很厉害 最聪明最凶 机会开始 偏移二房蓝琼英 为了稳固地位 家族决定 让何超穷 放弃未发芽的爱恋 与许静亨联姻 出嫁那日 何超穷手持十一嫁妆 嫁进许家 因嫁妆之重 后来李嘉欣嫁许静亨 还被调侃了一番 记者问赌王 许静亨 娶李嘉欣用了一亿 你当初嫁女儿 用了多少 赌王笑 是他十倍 何超穷 听从父母之命 慢慢收敛起 小女生性子 向商界女强人迈进 有了女儿助力 蓝琼英 活得很有底气 1998年 她从加拿大回来 于计抓住机会 问她关于四太的事 蓝琼英 不屑一顾 同比猿猴 怎么能同 齐天大圣比 江义德志满的四太 气得够呛 妖女何超仪更刚 出面袒护母亲 什么三太四太 都是香港的记者 搞出来的 都是我爸爸的女朋友了 双方当事人不再说话 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但没过几年 风波再起 赌王生病 澳港媒体竖起耳朵 听取赌王家的风吹草动 蓝琼英 先生夺人 以合法妻子身份 出面主持大局 港媒第一时间 堵在医院门口 挖掘到赌王已住院半月 四房太太一一前来看望 三太探望时间最长 足足逗留了6.5小时 据说 他们是来讨论遗产分配问题 为了制衡 赌王将信德股份 转至二太及子女名下 又迅速将一大半奥伯股份 转给四太 奥伯给出通告 赌王又将剩余股份 平分给了二太和三太 这样一来 四太即将落败 梁安琪怎会甘心 他默默做出反击 2011年1月25号 赌王出来称 我就像被抢劫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却发现 我签了一些 他们强迫我签的东西 他扬言要将何超穷 告上法庭 因为他逼自己 签了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涉及百亿家产 一时间迷雾从生 直到事情水落石出 人们才得知 原来蓝琼英与陈婉珍合作 准备踢走梁安琪独占股份 但不知梁安琪用了什么手段 忽悠赌王出面制止 闹了一个月 最后 以蓝琼英承认 非法征产 愿意在股权分配上 让步被终结 赌王在陈婉珍 及女儿的陪同下 出面平息风波 过程虽惊险 但结果却令人惊喜 尤其是蓝琼英 这么一闹 她共分得192亿财产 成为最大受益者 与之联手的陈婉珍 相应分得67亿 梁安琪最少 只分得57亿 又一仗失败 梁安琪气愤至极 既然在商场赢不了 她就要在名气上夺回契验 每逢赌王生日 梁安琪必定对赌王来疑问 为此媒体一致称 梁安琪是赌王最宠的女人 蓝琼英不甘示弱 也为赌王办了场豪华生日宴 邀请的嘉宾非富即贵 赌王笑得何不拢嘴 梁安琪才不是软柿子 她又给赌王开了个 更盛大的生日会 赌王惊喜不已 眼看蓝琼英就要输了 她又想出一法子 在赌王生日前夕 带着五个孩子 向香港捐了200万港币 以支持赌王创立的 贺里军公益筹募活动 赌王本就爱面子 听闻这一消息 很是兴奋 这一轮以蓝琼英 撤下重金完胜 不过经历这么多事 她再也不将希望 寄托在赌王身上了 蓝琼英将堵住 全押在子女身上 尤其是最受赌王 器重的何超琼 2017年6月 赌王将信德 全权交给何超琼 她掌管着信德的发展方向 坊间疯传 何超琼英将是赌王 下一任继承人 去年赌王宣布退休 却将另一命脉 经济博傲 交给了何超凤 虽没落入何超琼手中 但等同于在她手上 何超凤是何超琼亲妹妹 姐妹二人掌控着赌王 全部身家 这场拉锯战 蓝琼英成了 笑到最后的人 她的其他三个孩子 也是人中翘楚 儿子何尤隆 成了新豪国际主管 女儿何超家 管理家中地产 小女儿何超姨 不爱名利爱自由 前几年 被英国皇家 斯蒂芬切尔内蒂奇王子 颁授爵位 与特朗普女儿 享受一样的荣誉 毫不夸张地说 蓝琼英教育出来的孩子 是四房中最为出色的 但即便她荣耀佳身 腰缠万贯 也不过是一生争宠的女人 争利 争权 争宠爱 如今赌亡已去 蓝琼英也离开人世 不知道回首这一生 她是否也有汉 又或者在巨额利益面前 爱与恨 情与痛 都不再重要了 那些本就是虚无缥缈 做不得数 但无论如何计算 比起一生凌落 凄惨离世的原配 李婉华来说 二太蓝琼英 堪称麻雀变凤凰的 最佳典范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